臺灣的天氣也變化得非常快 今天下午就變得好冷 氣象局也發佈了低溫特報 從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苗栗以北的低溫 又要下探十度 一大早出門 民眾都感覺天氣變冷了 又有強烈大陸冷氣團報道 氣象局發佈低溫特報 越晚還會越冷 這波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 最冷的時間點 可能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這段時間 那最低溫在苗栗以北 還有在東北部的沿海空曠地區 有可能會出現十度左右的低溫 氣象局預測 周六各地就會逐漸回暖 降雨狀況也會稍微緩和 不過接下來冷氣團跟寒流 都還會持續報導 因為一月中開始就出現 負北極震盪的現象 北極低壓環流變弱 冷空氣不斷往北半球流竄 圖片裡紫色的區塊 就代表冷空氣 目前位於日韓的上空 臺灣就在它的邊緣 正因為在冷空氣的路徑上日本韓國還有歐洲部分國家最近都出現嚴重的暴風雪 前兩年冬天急驅也有類似的情況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 氣象界也在研究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寒流陸續報導的情況至少會持續到三月份了 記者林鄭武秋福財台北報導